大两名男子爆发肢体冲突 其中一名男子还是武器攻击 但到地后反遭对方压制 双方接连好几波的冲突 直到其中一人失去意识 才终于罢手 直接案发第一时间警方活泼到场 周边立刻拉起封锁线 并由监视单位进行搜证 现场地面上不只满地血迹 包包鞋子个人物品 更是散落在其楼下 不能想象当时两人冲突过程有多激烈 有听到他们在打 其中一名男子送疫情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另一人则是多处遭刀械化伤 但信号两人经送医后没有大碍 不到底有何深仇大恨 根据警方了解 持刀械的白系男子 是住在公寓的住户 三十一号下午三点多 因为不满理性男子 在其楼下刨修 于是持武器下楼理论 就双方从口角演变肢体冲突 一人拿着武器 另一人则是徒手压制 最后双双挂采送医 经警方初步调查 过程中 里男前臂及后背遭砍伤 而白男则是遭到里男反击热晕 本案双方送疫救治中 警方依派员借护 后续将依杀人未遂罪 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称不住气 就动手行踪 还得要面对法律制裁 实在得不偿失 三连新闻简爱美红中 上台北报道